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许华彦 这是我开的飞机 当然当然 起飞时 我们双脚踏紧踏板 右手由我们一推 飞机哄一下 就往前冲出去 此时 我们全身肌肉紧绷 身上腺素开始分泌 你全身的细胞仿佛就像打开一样 也许 因为必须在每个关键的时刻 你要做出最快的反应 再关心到你的生命 这就是我的生活 这就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十年前我在干嘛呢 十岁时是我第一次接触飞行 我飞什么呢 我飞这个 爸爸带我去公园里面玩遥控飞机 我们从设计 组装 到试飞 都是我们自己来 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在飞的时候 飞机不知道是什么 突然失去控制 它不断地翻滚 不断地翻滚 怎么样救都救不回来 忽然间它就直直俯冲 最后也在远处一片平地上面 我当时都吓傻了 马上冲过去 可是阴入眼帘的是一片一片的水片 我真的心都碎了 因为每台飞机都是三万元的造价 我真的很伤心 我痛哭流涕 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但我难过的不是钱 因为钱是爸爸付的 我难过的是 我花了两三个月 在坐这台飞机 可是却在短短几秒钟内 它就变成一堆废铁 十年后 我并没有放弃我的梦想 十年后我大三 它不是回力标 它是一台无人飞机 因为那时候阵逢空照机失事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 如果我只是拍照这件事情 那可不可以用无人飞机来取代呢 于是我把我的想法 和教授还有几位同学讨论 我们合力设计出 这台无人多功能侦察机 我希望它可以取代很多 现有必须以人力来执行的工作 比如像空拍啊 或是像很夯的那个无人机快递 虽然听说被禁止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遇到很多困难 因为不断失败 因为一开始重量 那个重量太重 飞上去 蹦掉下来 不然就是结构不够强 电路设计有啥次等等 当我们解决一个问题以后 另外一个问题又跑出来 解决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又跑出来 仿佛上帝在考验你什么 其实这一路上走来蛮坎坷的 因为从小时候开始摔遥控飞机 大学开始摔五人飞机 现在呢 当然我没有开始摔飞机 不然我不会站在这边 我们经过五个多月的地面学科 还有飞行训练 取得飞行驾照 其中有一个过程 叫做solo 就是我们所谓的单飞 意味着旁边没有交关 后面没有交关 必须靠着自己的能力 完成起飞到降落的整个过程 包括你要用无线电跟航管通话 然后手脚同时操控飞机 以及你要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仪表 它上面有一两百种数据 你必须要在短时间内 吸收到你的脑海里 消化 做出反应 每一个数据都是有它的意义 它都会关心到你的安全 降落是最难的部分 也是所有飞行员最卡关的部分 飞机渐渐下来过程 在快到地面的那一刻起 我们手握操纵杆会轻轻往后一拉 这样让飞机平稳地降下来 这看似很简单的动作 它其实需要上百次 甚至上千次的努力 才有可能达到 不论是我实际上像我一样菜鸟飞行员 还是像其实飞了十几年 你也是可以停在旁边休息 不过可能就七天以后再回家了 降落 这真的是 其实我在这边也卡过关 也失败过 但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去调整自己 总有一天 你会飞上天 大家知道飞机 起飞太降落 要顺风好 还是逆风好呢 很多人可能会 以为是顺风 但不是 根据空气动力学 飞机的升力和 硬面积成正比 和空气密度成正比 和速度平方成正比 好啦 我不再讲物理 我是要告诉大家 飞机需要逆风起飞 逆风会有给飞机更大的胜利 让它飞得更好 更高 其实像我们在人生中也是一样 当你遇到你所谓的挫折 你的困难 或是打击你的人或事也好 就像我不断摔飞机也好 它在大家眼中 可能是一个挫折 但我把它当作是我的逆风 因此 逆风中的方向 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谢谢大家